张学友正在内地举行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 此前他已经在香港完成了多场的演出 状态一直不错 他还频繁在台上表演一字马劈腿 立正自己保到位了 3月7日突然因身体不适 取消了接下来三天在上海举行的演唱会 在公告中没有明确告知张学友的病情 加上又是在演唱会前一天下午突然取消 很多人就猜测张学友是不是病情严重 毕竟很多歌迷都会提前预定机票和酒店 考虑到这个问题 一般都不会临时取消演唱会 后续退票工作也很麻烦 就在大家热议中 一张网传聊天记录引起网友的关注 爆料说张学友的情况严重 已进入中山ICU治疗 并且会于今日离开上海返岗治疗 张学友62岁 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 但他还在坚持演唱 有不少网友认为 张学友之所以如此拼命 都是因为他的败家媳妇罗美威 张学友罗美威英系结缘 可婚后罗美威不仅有严重洁癖 还酷爱投资 经常亏损巨额资金 让张学友一大大把年纪还要卖场还债 婚后27年 张学友可谓是输得一塌糊涂 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 大部分香港艺人都有理财的倾向 然而在此中擅长的并不多 结果也是众多破产者之一 罗美威便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 2008年的时候 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 也酿成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雷曼风暴 而在这场风暴之下 张学友成为了最惨重 也是最著名的枯主 皆因传闻当中 张学友的老婆罗美威 一口气投入了4000万炒雷曼债卷 而伴随着雷曼风暴席卷全国 这4000万自然也血本无归 其实对于歌神来说 4000万虽然不算小数目 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张学友拿起刚出道那些年的拼劲 一口气开足100多场演唱会 如此密集的演出日程 让张学友身心疲惫 甚至有次在台上突然跌倒 不过他仍然坚持唱完全唱 这也让他错过了女儿成长到7岁的关键时期 对父女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而那上百场演唱会下来 张学友虽然钱是还上了 但是和经纪人陈书芬的牙齿印也落下了 多年合作的经纪人陈书芬 对张学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希望他办好30周年巡回演唱会 但张学友已无法提出任何创意 对陈书芬的霸道作风也很反感 陈书芬不允许张学友的朋友私下探班 甚至还必须在他面前才能聊天 张学友希望改善演唱会的效果 提升观众体验 但陈书芬认为现有设备就足够 不同意增加预算 双方在创意和财务上激烈争执 为争取更多自主权 张学友选择了解约 却支付了数千万违约金 这又让家庭濒临破产边缘 只是张学友和陈书芬合作多年 一招闹掰 断然不可能就是耍下嘴皮子 就能一拍两散的 据说那一次30周年巡演毁约 张学友这边又赔上了一笔几千万的毁约金 虽然是赔上巨款 换取自由 但是这对当时的张学友来说 也不算啥 既因他投资有道 持楼收租也能安享无忧 更何况在他看来 自己既然已经成神 那么就算不靠陈书芬 也能接绣赚钱 待待平安 可惜的是 人算不如天算 张学友千算万算 还是算漏了他家中那位 犹如坐过山车般神经刀的老婆罗美威 说起罗美威这位天王嫂 如果按照传统贤妻良母 背后女人的标准来衡量 他不仅仅合格了 还超越优秀水平了 因嫁给张学友这些年来 罗美威都老老实实的在家相赴教女 安安稳稳的帮扶理财 为人既不浮夸 也不大花耍 除了偶尔传出生活有洁癖 前后换了二十一凯费佣 还有为人执拗了点 甚至于健身房打起性骚扰官司之外 也没有弄出其他兴奋作浪妖蛾子 来困扰张学友 没错 要说女明星爱买名牌包包吗 那些包包撑死了也就是几十万 投资却不一样 那些理财产品只达百万千万 甚至上亿 风光的时候资产翻几番不成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分分钟会被一场金融风暴 以秒记的速度清零 其他不说 就说罗美威投资的雷曼债券 不也是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吗 而吃一折涨一致 在雷曼之后 罗美威固然是消停了好几年 可等到张学友还清那时候的亏损之后 他那颗投资之心又在蠢蠢欲动了 2017年在外汇市场博弈大赢 罗美威一举赚得十多个亿港元 被称作女版巴菲特 当时外汇市场波动剧烈 英镑大幅贬值 罗美威抓住机会做空英镑获得暴利 但随后疫情席卷全球 打乱了国际贸易 外汇市场难预测 罗美威的投资很可能继续缩水 果然张学友今年打算出售位于富人区的 43亿港币豪宅 但至今无人问津 看来妻子投资又出现问题 张学友并没有透露老婆投资外汇 到底有没有亏 亏了多少 只是面子工程做得再好 行动上也掩盖不住真相 投资亏了这么多 他不但没有指责 反而努力工作赚钱 甚至连绯闻都没有 婚后低调的罗美威 也经常被外界质疑是否已经秘密离婚 但张学友每次都会不厌烦的出来解释 和妻子关系很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学友也告知外界 在家里是妻子说了算 这不是怕老婆 只是因为他曾放弃事业跟着自己 自己不能让妻子受苦 罗美威除了喜欢投资以外 她还有很严重的洁癖 丈夫张学友在录制电台节目时 也承认了妻子罗美威有洁癖 妻子原来只是轻微的有一点点洁癖 但自从生完女儿后 洁癖越来越严重 张学友对此也很烦恼 他烦恼的不是给她添麻烦 而是觉得影响了妻子罗美威的正常生活 生女儿前 她对妻子这个小毛病一点都不在意 反而觉得妻子是女生 爱干净也没什么 可女儿的出生 直接让她洁癖加重了几个度 张学友是第一次感觉烦恼式那天 家中有好友做客 一进门 朋友就换上了罗美威准备的拖鞋 还要再套上一次性的鞋套 朋友们不在意 张学友有些难过看着妻子 然后接着给他们每个人全身消毒 才能算正式进门 他心疼妻子 小心翼翼的把鞋摆放好 大衣消完毒 挂在衣架上 之后每次家中来客人 他都会抢在妻子行动前 现一步迎接客人 按照妻子的要求 引导客人完成 但他发现这样还不够 妻子坐完月子 第一次出门的时候 更是全副武装 不仅随身携带消毒水 不管手里碰过什么 都要双手消毒 即使出去健身 也不会在健身房洗澡 坚守一条原则 不碰任何外界的东西 碰了立马消毒 要不然他就会很难受 或许张学友当初坚持 留在家中照顾妻女 也有此原因 他心疼妻子因为 杰痞被受折磨 他烦恼至极 女儿除了他和妻子 两个人外 谁抱都得消毒 即使是婆婆从外地赶来 也得先消毒 才能抱孙女 据媒体爆料 杰痞的天王嫂罗美威 不停地被家政公司投诉 因为家政阿姨投诉她 用工超过18个小时 明明已经很干净的地板和窗户 却要隔几个小时 重新清理一遍 阿姨们有些苦不堪言 所以家政阿姨在他们家干不长久 就会辞职 三年来 家政公司就给他们家换了21个阿姨 直接被相关单位拉黑了 这件事被放到网上张学友的形象再次受损 不过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维护妻子的形象 他承认妻子洁癖 但对苛代家政阿姨并不认同 这么一看 一家每年几千万的消费也不难解释 在当天的演唱中张学友因为唱高音部分破音而吐舌卖萌 他知道自己没有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歌迷 还说不知道下一次会在哪里破音 不少歌迷表示张学友的状态不是很好 一个劲的鞠躬道歉 就是因为喉咙发言 所以没有唱好 针对张学友临时取消演唱会 环球唱片公司也发生回应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张学友目前在休息 至于张学友真实的病因是什么呢 其实在上个月2月25日的演唱会中 张学友就明确告知他的身体情况 他说来上海之前他去了趟日本 然后回来后就有一点点喉咙发言 吃了三天的要以为演唱没事了 可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可以把歌曲很好的诠释 像去年8月 张学友在马来西亚演出时 意外跌倒在舞台 事后他回应是耳水不平衡发作 整个人晕呼呼 团队曾计划取消演出 但学友最后还是决定上台演唱 歌神不会轻易放弃一场演出 官方提及为了保证演唱会的高水平呈现 保护一人身体 公众安全等 需要取消所有演出 结合现在的流行病情况 歌神极有可能患上了流感或者肺炎 虽然明星的奢侈生活 我们普通人无福销售 也没有同感 但我在张学友身上 还是找到了那么一丢丢共鸣 没错 张学友这六十高龄 回到原点的局面 和遭遇一场疫情 口袋清零的普罗大众 也有这一曲同工之妙啊 所以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之下 没有人能幸免 你有你的压力 我又我的危机 区别只在于 有人不声不响的咬紧牙关 从零出发 有人却待在原地扶我哀叹 一蹶不振 针对张学友临时取消演唱会 环球唱片公司也发声回应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张学友目前在休息 这个回应让不少歌迷的担心都打消了 毕竟如果情况真的很严重 肯定不会告知他是在休息的状态 而接下来3月15日到3月17日 3月22日到3月24日 张学友在上海还有六场演唱会 不知道还能否正常举办 希望歌神好好休息 等嗓子完全康复再出来营业 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 这么高强度的开演唱会 真是有些吃不消